我叫林建成,快三十了,一事无成,中专毕业后就到处打零工,几年下来,连娶媳妇的钱都攒不够,过年的时候,村里外出打工的几个老铁回来了,见我混得不好,就给我指了条名路,去省城的大厂里攒配件,抱持住,只要肯干,一个月攒三四千没问题,我不想去,虽然钱多,但是活累啊。 每天上工十个小时,睁眼闭眼都是老爷们,一点乐子都没有,大军见我撇嘴,凑到我耳边小声道,傻了吧,厂子里大姑娘小媳妇有的事,哥们带你体会临时女友的快乐。 我愣住了,开什么玩笑,女朋友还有临时的,我平时自己赚的钱都不够花,哪敢谈恋爱啊,但是大军露出了神秘一笑,让我觉得大厂里肯定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,行。 这可是你说的,敢忽悠我咱俩就绝交。 我跃跃欲试,没等到初七,大军等人就拉着我,火急火燎地跨省进了场子,有人推荐,我简单填了表格就上岗了。 我和大军一个宿舍,刚到门口,就见到一个穿着功服的丰满女孩,跑过来迎接,抱着大军不撒手,我看愣了,大军家里可是有媳妇孩子的。 这啥情况,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,大军跟那个女孩逆逆呼呼凑在一起,俩人竟然还互相喂饭,好像在谈恋爱的情侣,看得我心仰难耐,难道这就是大军口里说的临时女友? 她都快四十了,怎么能有年轻女孩愿意跟她好,到了晚上回到宿舍才知道,只有我一个是单身的,他们都有女友,还有女友到宿舍来玩搂搂抱抱的,见人多就把床上的帘子拉上,在里面哼哼唧唧,听得我浑身燥热难受。 当然,他们不会在宿舍里真做什么事,想要办事就都出去了。 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屋里响如飞飞,他们究竟在哪约会,搞在一起会做什么,越想越是抓耳挠腮,害得早上起床后总得换床单,大军见我的糗样,携笑着靠过来,别着急,早晚会轮到你的。 没多久,我知道了厂里的秘密,虽然工资不少,但是对于工友们来说,这种枯燥的集体生活是很折磨人的,有的男人女人在老家有对象,可是长期两地分居,难免孤独寂寞,时间长了,发现厂里有看得顺眼的,可以凑在一起恋恋爱,互相慰藉, 倘若男的大方。 舍得花钱,想找年轻些的女孩不是梦想,反正等到出场后不干了,一排两散,谁也不会赖着对方,各自心里都有数,就算是临时搭伙,各取所需了。 进了城的女人就是不一样,会化妆抹口红,发型洋气,特别是一个叫圆圆的女人,腰细夸宽,那一双桃花眼会勾人,看得我双眼发直,我觉得叫她敞花都不为过,有一回她冲我笑了一下,我顿时骚得面红耳赤,大军发现后,哈哈大笑,在我肩膀上掐了几下,说有机会给我介绍下, 我以为她只是开玩笑,这么美的女人能看好我才怪了,可没想到有一天,大军说下班后带我去个地方,保我回头得好好感谢她,心里惦记大军的许诺,我凌晨四点半就开始上工。 跟打了兴奋剂似的,手上动作飞快,提前一个小时,就完成了所有工作量,抓着大军胳膊就走,大军领着我出了场子,往右一拐,五六分钟就走到一条黑漆漆的小巷子里, 她打着手电筒,前面出现一排小板房,十来个左右,一个挨着一个,门口没有灯,隐约从板子缝隙里透出点粉色光亮,我心脏狂跳。 在南方打工的那年,也曾见过这种灯光,我知道这代表着啥意思,只是没想到厂子附近也有,走到板房门口,大军有节奏地敲了三下门,当门打开的一瞬间,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里面的人竟然是圆圆。 大军看到我傻掉的样子,咧嘴一笑,拉着我进了屋,我这才发现,外面看着黑漆漆的板房,里面竟然别有洞天。 一张双人床挤满了半个屋子,铺着粉紫色的床单,一口大红箱子特别惹眼,远远穿着肉粉色针丝睡裙,那凹凸有质的身段,比他穿功服好看太多了。 虽然我隐约有了猜测,可眼前的一幕着实让我手足无措,下意识不停搓手,大军一巴掌拍到我后背上,笑骂,咋了?到跟前耸了?人家也看好你了?你小子艳福不浅啊。 说完,大军黑黑笑着离开了,还不忘把门重重关上,诚哥,你是不是喜欢我? 圆圆轻声地询问,原来她的声音这么好听,跟电影里的女人似的,我顿时魂都快飞了,我虽然也谈过女朋友,但是这么美艳的女人,还是头一次离得这么近,她身上那淡淡的花香,让我大脑充血,尴尬地回了一个字。 嗯,你别不好意思,过来坐着聊,她拉着我的手,坐到了床上,那光滑的触感冰凉滑爽,不禁让我想如飞飞,甚至激动得有点手发抖,交谈中。 我才知道,圆圆在老家结婚了,是两个孩子的妈了,丈夫出了工伤腿瘸了,不能干重活,她只能出来打工,可是厂子里辛苦赚的这些钱,够老家开销的。 于是,她就在厂子附近,学人家租了个房子,晚上下班后过来,说到这里,她不禁细声哭了起来,我赶忙伸手,想拍她的肩膀安慰下,没成想,她顺势贴在了我的怀里。 诚哥,我不是坏女人,那么多男人喜欢我,我想找个干干净净,能有稳定关系的。 我听完不由心里狂跳,原来我俩是互相喜欢,接下来要做什么,我不敢,圆圆张口了,别紧张,你看着我。 她把我的手放在了她的睡裙上,我能感受到她大腿的柔弹,甚至是热度,她的手在不断抹萨。 我的心跳加快,脑子轰得一下像要炸开,我一把拦,助她的仙妖压在床上,她惊呼一声,反而跟我贴得更近,还拉着我长着老茧的手,扶过每一寸肌肤,随着不断伸入,我总想狠一点,再狠一点,让她满心满眼都是我,让她沾染我的味道,记住我的呼吸,侵占她的所有。 哪怕她是别人的媳妇,孩子的妈,这一刻,她就是我的女人。 我俩挥汗如雨,那种能掌控美丽女人的成就感,让我跟打了鸡血似的来劲,不知道折腾了多久,我才大喘着气从她身上下来。 心中感慨,这趟没白来,太过瘾了,圆圆窝在我怀里顺从又乖巧,我看了眼手机,眼瞧着凌晨了,只剩两个小时睡觉,我能感觉圆圆的呼吸喷洒在我身上,我又开始蠢蠢欲动,一咬牙,干脆不睡了,又搂着圆圆畅快一把。 当我穿好衣服,看着圆圆欲言又止,我对圆圆是有好感的,一开始是那种想跟她亲近,长长久久在一起的感觉,但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,让我的心情有了很微妙的变化。 我没问圆圆一碗多钱,直接从兜里抽出五百块钱,放在了大红箱子上。 点头跟她道了别,等回到宿舍,大军的呼噜打得震天响,还有一个小时就到上班时间,我困得不行,可是圆圆的脸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,才刚分开,我就有点想她了。 白天跟大军一起吃饭时,他问我给了多钱,我告诉他扔了五百,大军一顿瞪着眼睛骂我,骚包的泥,三百就够了。 我只是笑着没出声,经过昨夜的疯狂,私心里我已经把圆圆当成自己的女友了,五百算什么,只要我有,只要她要,我都可以给,一想到除了我,还有别的男人寄予她的美貌。 我这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,大军似是看出我对圆圆动了情,狠狠告诫我,厂里的女人玩玩就算了,千万不能当真,她不可能离婚,跟我过日子。 我不想听大军这样说圆圆,随便应喝了几句,就继续干活,快晚上九点了,我才从工位上下来往宿舍走,饿得前胸贴后背,这个点食堂早就关门了,只能忍着明天再吃。 但是,谁知刚到宿舍门口,就见到圆圆拎着个保温盒,穿着工服,对我甜甜一笑,加班饿了吧,我特意给你留的晚饭,我长这么大,从来没有女人对我这么贴心,这一瞬间,我恨不得将心挖出来给她。 我快步上前,一把将人抱住,脸埋在她带着淡淡体香的井窝处,咕弄道,有你真好。 圆圆回抱着我,俩人依偎着进了宿舍,这种情况,我还哪有心思吃饭,只想把圆圆拆吃入腹,我已经等不及到小板房了,干脆学着大军他们的样,把床上的帘子一拉,就开始上下起手。 圆圆被我弄得又痒又舒服,嬉笑着想躲,可单人床能有多大地方,任由她躲闪,都逃不出我的五指山。 我俩闹得忘乎所以,甚至忘了宿舍还有其他人在睡觉,直到在我的抚摸下,圆圆忍不住哼出了声,才引得整个宿舍抱怨连连,谁让今晚只有我的女友在怀呢? 我也得让她们尝尝独守空归的滋味。 闹够了,我帮圆圆整理好好衣服,她的声音那么好听,我才不想被别的男人听到,更何况,我确实快饿死了,吃饱了才有力气送她回去,看我吃饭。 圆圆就乖乖地坐在旁边地水擦嘴,让我感觉普通的饭菜都格外好吃,她柔软的小手,不经意擦过我的胸膛,惹得我心愿意马。 扔下筷子就拉着她,就往小板房跑,完全不管宿舍里骂声一片,之后的日子里,我俩像所有热恋中的情侣一样,只要有机会,就会腻在一起,一起吃饭,一起休息,一起牵手在场子里散步。 圆圆会在我加班的时候,到宿舍把我的脏衣服全都洗干净,为了给我改善伙食,甚至买了电炒锅放在小板房里,女友的爱心晚餐比食堂的饭好吃一万倍。 不知不觉,我在小板房待的时间越来越长,这里俨然成了我俩爱的小窝,每次回来,都有人等得温暖,让我无法自拔沉沦其中,直到有一日,我下班回来,见到圆圆眼睛红红地坐在床上,手里捏着一张纸,还在抹眼泪,我赶忙抱住她,问她怎么了。 她抽叶着把纸摊开,原来是老家寄来的化验单,圆圆的孩子生病了。 家里没钱治病,来信让圆圆多打一些钱回去,圆圆窝在我怀里哭得更厉害了。 诚哥,我没什么,我就是担心,担心孩子。 我轻轻拍着她的背,柔声安慰,我知道,钱够吗? 我这还有,我明显感觉到圆圆的身体僵了一瞬,我知道,我俩之间除了第一次的五百块钱,圆圆都在有意无意地避开钱的问题,所以,平日我会给她买衣服,买吃喝,却再也没有直接给过钱。 我不想让圆圆误会我的心,更不想让她觉得自己脏,似是下了很大决心,圆圆才从我怀中抬起头,一双桃花眼雾蒙蒙地看着我,楚楚可怜。 诚哥,我不想跟你谈钱,你知道的,我对你,我揉乱了她的黑发。 宠溺地说,我都知道,我们之间不用多说,我也只是想帮帮孩子而已。 圆圆深吸口气,才艰难地吐出一个数,一万。 一万对我一个农村出来的穷小子来说,真的不少,可哪怕我去借,也不想看圆圆焦急担心的模样,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大军,可当大军听到我借钱是要给圆圆的时候,不仅一毛眉涛,反而把我骂了一顿,你是不是傻? 哪有为了临时女友花这么多钱的,又不是娶回家当媳妇?我耿着脖子不服气,你懂什么,圆圆是我女人,有困难了,我就得帮,你不借就算了。 无论大军再说什么,我都听不进去,为了能给圆圆凑这一万块钱,我直接跟厂子里的会计预知了工资,从入场以来, 我的表现还不错,从不矿工惹事,领导答应的还算痛快,当我拿着钱给圆圆的时候,她又哭了,哭得我心都跟着疼,那一晚,圆圆格外温柔性感,就连那口从没打开的大红箱子都派上了用场,原来那箱子里除了圆圆的一些衣服以外,还装了不少助兴用品,甚至还有兔子耳朵,尾巴什么的配色, 长这么大,我真没见过这种阵仗,圆圆被我看得有些不自在,干脆用一个黑色丝带将我的眼睛蒙住,我能透过丝带,隐约看到圆圆换上了那套兔女郎,甚至还在前面带了两个小铃铛,随着她走到床上,爬到我身边,铃铛清脆悦耳的声音一直没停, 接下来的感受直接让我销魂石骨,对圆圆的迷恋也更加深刻,我以为我俩会在一起很久很久,直到两个人的出现,我才明白什么叫一场空,她叫刘芳,是厂子里新来的技术骨干,跟圆圆不同,她有文化,是城里人,听说她的父亲曾是厂子里的退休干部, 家庭条件很不错,一个天之娇女,一个乡下的穷小子,本应该没有任何交集,但是上天好像故意给我找麻烦,一次错误,让我跟刘芳成了欢喜原家,那是我跟圆圆刚胡闹完,从外面回来,上班差点迟到,在工位上我机械的动作,眼皮子打架,昨晚闹腾得太厉害, 让我又累又困,圆圆劝了我好几次别闹了,可她就躺在我身边,我哪忍得住,睡眠成了牺牲品,一直闹到天亮,我信心满满地以为,这种枯燥重复的工作,就算闭着眼睛都能干,事实证明,我还是高估了自己,也低估了工作的重要性,在我短暂睡着的几秒,就有几个不合格的零件, 从我面前的运输链上过去,因为我是最后一个检查关卡,这个零件直接进入下一个部门开始组装,我们的零件小而精密,哪怕是一个弧度不对,都可能影响下一个生产组的进度, 我的疏忽,让生产组的报废率多了好几个点,而刘芳正在生产组做调研,发现问题后,立刻找到我的组长追究责任,我虽然对成立女孩有憧憬,但是真面对她们的时候,又不自觉地自卑起来, 当组长带着刘芳找到我,她盛气凌人的模样,直接将我点炸了,至于一点小错误,就揪着不放吗?大不了扣工资。 我的态度,让刘芳一张小脸气的通红,磨着后槽牙说道,林建成,我只是就事论事,错了就是错了,这是钱的事情吗? 这是态度问题。 我最烦这种动不动就喜欢上纲上线的知识分子,仗着肚子里有点墨水,就以止气势,看不起别人,加上组长,在一旁一味捧臭脚,刘芳说什么都对对对,我直接脱了功夫,掉头就走,反正困得要死,既然不让我干,我就回宿舍补教,快走出去的时候,我还能听到刘芳在身后气急败坏地说我无组织,无纪律。 怨谁谁,大不了矿工一天,扣一天工资,之后,刘芳就像是跟我杠上了,哪怕在食堂遇见了,都要说两句嘴,我也不是软柿子,她敢说,我就敢对,一来二去,两人的接触反倒多了起来,有时候我气不过,就会跟圆圆说到几句,圆圆只是在旁边听着,偶尔帮我一起说刘芳任性,我却没注意。 圆圆听到我提刘芳的时候,神情总是有些落寞,直到有一次,我加班到半夜,回宿舍的路上,听到旁边临音道上有动静,没一会儿,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,从里面跑出来,吓我一跳。 女人好似也没想到,跑出来,外面还有人堵着,惊恐地抬头,这一瞬间,我才认出,眼前狼狈不堪的女人,竟然是大小节脾气的刘芳,她见到是我。 四十松了口气,刚要开口,后面一个醉醺醺的男人追过来,嘴里一直骂骂咧咧,刘芳固不得捏着被扯开的衣服,一把抓住我的胳膊,哀求道,林建成,求你帮帮我。 按理说,这女人平时没给我一次好脸色,我不帮也正常,可以想要是转头走,让这醉汉得逞,岂不是助纣为虐,我虽然没有文化,却也是个有血性的汉子,对这种事十分不齿,见我没回答,刘芳显然有些焦急了,眼看这醉汉过来要邋遢,我一把将人带到身后挡起来,直接派掉了那只贤猪手。 好事不成,醉汉恼羞成怒,拳头就朝我挥了过来,我也不是吃素的,在村里,论打架还没服过谁,两三下,就把醉汉打倒在地,直哀呦,脸看着不熟,这个点在场子里晃,应该也是工人,让他也不敢把晚上的事捅到上面去,费力女同事,还是刘芳,光这一点,就能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 我把刘芳送到女工宿舍楼下,转身就走,反倒是刘芳没有急着上去,小手拉着我的一摆,轻声道谢,这点让我挺意外,那么高傲的女人,竟然也会说谢谢,我白白手,示意不用在意,没几天。 大军就神神秘密地把我拉到一边,问我跟刘芳怎么回事,搞得我一头雾水,大军凑到我耳边小声说,我听说,他最近到处打听你的事呢,要是真看上你了,可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。 我一笑置之,怎么可能,他看上谁,都不可能看上我这个乡下来的穷小子,更何况我还有圆圆,圆圆似乎也知道了什么,对我更加体贴入微,伺候周到,我一心全在圆圆身上,哪怕刘芳找我吃饭, 说是感谢我那天的出手,向旧,我都没空理会,大军不曾一次骂我傻。 这么好的机会不知道把握,成天跟在有夫之妇的屁股后面混没出息,我不管,我只认圆圆,可惜,圆圆并不只有我一个,那天下班,我跟圆圆要出去玩,一个跛脚男人从马路对面怒气冲冲地过来,拉着圆圆就走, 我直接抬手要揍,你谁啊,松开,不等跛脚男人动作,圆圆反倒一个转身,站在了我俩中间,我这才知道,跛脚男人就是圆圆的丈夫,名正言顺,在一个户口本上的关系,只一瞬间我就觉得可笑,原来我才是多余的那个,圆圆跟我说抱歉。 要先处理私事,就不能帮我给女朋友买东西了,瞧瞧,理由都变好了,我任由圆圆两口子走了。 呆呆站在原地许久没动,机械性地返回厂子加班,第二天,圆圆来找我,说要辞职跟丈夫回老家了,我问她,那我怎么办? 圆圆紧紧地抱着我,眼泪巴搭巴搭掉,对不起林建成,希望以后你能找到更好的女孩。 我吃笑一声,把她推开,没再说话,梦醒人散,我早该知道的,她有家有孩子,她不属于我。 圆圆走了,大军看着我游魂似的,总是叹息不止,你看看你这鬼样子,当初我让你选流方,你偏步,现在好了,鸡飞蛋打,你还真以为圆圆能跟你一辈子啊。 见我不说话,大军夸夸其谈,自己在场子里的风流运势,从来都是万花丛中国,遍野不沾身,我忽然觉得大军说的有道理。 我何苦为了别人的女人要死要活,临时女友的身份早就注定了一切都是我的痴心妄想,我们从来不曾真正的属于彼此,一切不过是临时起义,寂寞时的慰藉罢了,伤痛的心,一片空白,就在我最失忆的时候,刘芳找到了我,我叫林建成,快三十了,一事无成,中专毕业后就到处打零工,几年下来。 连娶媳妇的钱都攒不够,过年的时候。 村里外出打工的几个老铁回来了,见我混得不好,就给我指了条名路,去省城的大厂里攒配件,包吃住,只要肯干。 一个月攒三四千没问题,我不想去,虽然钱多,但是活累啊,每天上工十个小时,睁眼闭眼都是老爷们,一点乐子都没有。 大军见我撇嘴,凑到我耳边小声道,傻了吧,厂子里大姑娘小媳妇有的事,哥们带你体会临时女友的快乐。 我愣住了,开什么玩笑,女朋友还有临时的,我平时自己赚的钱都不够花,哪敢谈恋爱啊,但是大军露出了神秘一笑。 让我觉得,大厂里肯定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,行,这可是你说的,敢忽悠我咱俩就绝交。 我跃跃欲试,没等到初七,大军等人就拉着我,火急火燎地跨省进了厂子,有人推荐,我简单填了表格就上岗了。 我和大军一个宿舍,刚到门口,就见到一个穿着功服的丰满女孩,跑过来迎接,抱着大军不撒手,我看愣了,大军家里可是有媳妇孩子的,这啥情况,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,大军跟那个女孩蜜蜜呼呼凑在一起,俩人竟然还互相喂饭,好像在谈恋爱的情侣。 看得我心痒难耐,难道这就是大军口里说的临时女友,她都快四十了,怎么能有年轻女孩愿意跟她好? 到了晚上回到宿舍才知道,只有我一个是单身的,他们都有女友,还有女友到宿舍来玩搂搂抱抱的,见人多就把床上的帘子拉上,在里面哼哼唧唧,听得我浑身躁热难受, 当然,他们不会在宿舍里真做什么事,想要办事就都出去了,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屋里响如飞飞,他们究竟在哪约会,搞在一起会做什么? 越想越是抓耳挠腮,害得早上起床后总得换床单,大军见我的糗样,携笑着靠过来,别着急,早晚会轮到你的。 没多久,我知道了常理的秘密,虽然工资不少,但是对于工友们来说,这种枯燥的集体生活是很折磨人的,有的男人女人在老家有对象, 可是长期两地分居,难免孤独寂寞,时间长了,发现场里有看得顺眼的,可以凑在一起恋恋爱,互相慰藉,倘若男的大方,舍得花钱,想找年轻些的女孩不是梦想,反正等到出场后不干了,一排两散。 谁也不会赖着对方,各自心里都有数,就算是临时搭伙,各取所需了,进了城的女人就是不一样,会化妆抹口红,发型洋气,特别是一个叫圆圆的女人,腰细夸宽,那一双桃花眼会勾人。 看得我双眼发直,我觉得叫她敞花都不为过,有一回她冲我笑了一下,我顿时遭得面红耳赤,大军发现后,哈哈大笑,在我肩膀上掐了几下,说有机会给我介绍下,我以为她只是开玩笑,这么美的女人能看好我才怪了。 可没想到有一天,大军说下班后,带我去个地方,保我回头得好好感谢她,心里惦记大军的许诺,我凌晨四点半就开始上工,跟打了兴奋计时的,手上动作飞快,提前一个小时,就完成了所有工作量,抓着大军胳膊就走,大军领着我出了场子。 往右一拐,五六分钟就走到一条黑漆漆的小巷子里,她打着手电筒,前面出现一排小板房,十来个左右,一个挨着一个,门口没有灯,隐约从板子缝隙里,透出点粉色光亮。 我心脏狂跳,在南方打工的那年,也曾见过这种灯光,我知道这代表着啥意思,只是没想到厂子附近也有,走到板房门口,大军有节奏地敲了三下门,当门打开的一瞬间,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 里面的人竟然是圆圆,大军看到我傻掉的样子,咧嘴一笑,拉着我进了屋,我这才发现。 外面看着黑漆漆的板房,里面竟然别有洞天,一张双人床挤满了半个屋子,铺着粉紫色的床单,一口大红箱子特别惹眼。 圆圆穿着肉粉色针丝睡裙,那凹凸有质的身段,比他穿功服好看太多了。 虽然我隐约有了猜测,可眼前的一幕着实让我手足无措,下意识不停搓手,大军一巴掌拍到我后背上,笑骂,咋了? 到跟前耸了?人家也看好你了,你小子艳福不浅啊。 说完,大军黑黑笑着离开了,还不忘把门重重关上,诚哥,你是不是喜欢我? 圆圆轻声地询问,原来她的声音这么好听,跟电影里的女人似的,我顿时魂都快飞了,我虽然也谈过女朋友,但是这么美艳的女人。 还是头一次离得这么近,她身上那淡淡的花香,让我大脑充血,尴尬地回了一个字。 嗯,你别不好意思,过来坐着聊。 她拉着我的手,坐到了床上,那光滑的触感冰凉滑爽,不禁让我想如飞飞,甚至激动得有点手发抖。 交谈中,我才知道,圆圆在老家结婚了,是两个孩子的妈了,丈夫出了工伤腿瘸了,不能干重活,她只能出来打工。 可是厂子里辛苦赚得这些钱,啊,够老家开销的,于是,她就在厂子附近,学人家租了个房子,晚上下班后过来。 说到这里,她不禁细声哭了起来,我赶忙伸手,想拍她的肩膀安慰下,没成想,她顺势贴在了我的怀里。 诚哥,我不是坏女人,那么多男人喜欢我,我想找个干干净净,能有稳定关系的。 我听完不由心里狂跳,原来我俩是互相喜欢,接下来要做什么,我不敢,圆圆张口了,别紧张,你看着我。 她把我的手放在了她的睡裙上,我能感受到她大腿的柔弹,甚至是热度, 她的手在不断抹撒,我的心跳加快,脑子轰得一下像要炸开,我一把拦,助她的仙腰压在床上。 她惊呼一声,反而跟我贴得更近,还拉着我长着老茧的手,俯过每一寸肌肤,随着不断伸入, 我总想狠一点,再狠一点,让她满心满眼都是我,让她沾染我的味道,记住我的呼吸,侵占她的所有。 哪怕她是别人的媳妇,孩子的妈,这一刻,她就是我的女人。 我俩挥汗如雨,那种能掌控美丽女人的成就感,让我跟打了鸡血似的来劲儿,不知道折腾了多久, 我才大喘着气从她身上下来,心中感慨这趟没白来,太过瘾了。 圆圆窝在我怀里顺从又乖巧,我看了眼手机。 眼瞧着凌晨了,只剩两个小时睡觉,我能感觉圆圆的呼吸喷洒在我身上, 我又开始蠢蠢欲动,一咬牙,干脆不睡了,又搂着圆圆畅快一把。 当我穿好衣服,看着圆圆欲言又止,我对圆圆是有好感的, 一开始是那种想跟她亲近,长长久久在一起的感觉, 但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,让我的心情有了很微妙的变化。 我没问圆圆一碗多钱,直接从兜里抽出五百块钱, 放在了大红箱子上,点头跟她道了别,等回到宿舍, 大军的呼噜打得震天响。 还有一个小时就到上班时间,我困得不行, 可是圆圆的脸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,才刚分开,我就有点想她了。 白天跟大军一起吃饭时,他问我给了多钱,我告诉他扔了五百。 大军一顿瞪着眼睛骂我,骚包的你,三百就够了。 我只是笑着没出声,经过昨夜的疯狂, 私心里我已经把圆圆当成自己的女友了,五百算什么, 只要我有,只要她要,我都可以给。 一想到除了我,还有别的男人觊觎她的美貌, 我这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。 大军似是看出我对圆圆动了情,狠狠告诫我, 常理的女人玩玩就算了,千万不能当真, 她不可能离婚,跟我过日子。 我不想听大军这样说圆圆,随便应贺了几句,就继续干活,快晚上九点了, 我才从宫卫上下来往宿舍走。 饿得前胸贴后背,这个点食堂早就关门了, 只能忍着明天再吃,谁知刚到宿舍门口, 就见到圆圆拎着个保温盒,穿着工服,对我甜甜一笑, 加班饿了吧? 我特意给你留的晚饭,我长这么大,从来没有女人对我这么贴心。 这一瞬间,我恨不得将心挖出来给她。 我快步上前一把将人抱住,脸埋在她带着淡淡体香的井窝处, 咕弄道,有你真好。 圆圆回抱着我,两人依偎着进了宿舍, 这种情况,我还哪有心思吃饭,只想把圆圆拆吃入腹, 我已经等不及到小板房了。 干脆学着大军他们的样,把床上的帘子一拉,就开始上下起手。 圆圆被我弄得又痒又舒服,嬉笑着想躲, 可单人床能有多大地方,任由她躲闪,都逃不出我的五指山。 我俩闹得忘乎所以,甚至忘了宿舍还有其他人在睡觉, 直到在我的抚摸下,圆圆忍不住哼出了声, 才引得整个宿舍抱怨连连。 谁让今晚只有我的女友在怀呢,我也得让他们尝尝独守空归的滋味。 闹够了,我帮圆圆整理好好衣服,她的声音那么好听, 我才不想被别的男人听到,更何况我确实快饿死了。 吃饱了才有力气送她回去,看我吃饭, 圆圆就乖乖地坐在旁边地水擦嘴,让我感觉普通的饭菜都格外好吃。 她柔软的小手,不经意擦过我的胸膛,惹得我心愿意马, 扔下筷子就拉着她,就往小板房跑,完全不管宿舍里骂声一片, 之后的日子里,我俩像所有热恋中的情侣一样, 只要有机会,就会腻在一起,一起吃饭,一起休息, 一起牵手在场子里散步,圆圆会在我加班的时候, 到宿舍把我的脏衣服全都洗干净,为了给我改善伙食, 甚至买了电炒锅放在小板房里,女友的爱心晚餐比食堂的饭好吃一万倍。 不知不觉,我在小板房待的时间越来越长, 这里俨然成了我俩爱的小窝。 每次回来,都有人等得温暖,让我无法自拔沉沦其中, 直到有一日,我下班回来, 见到圆圆眼睛红红地坐在床上,手里捏着一张纸, 还在抹眼泪,我赶忙抱住她,问她怎么了。 她抽掖着把纸摊开,原来是老家寄来的化验单, 圆圆的孩子生病了,家里没钱治病,来信让圆圆多打一些钱回去, 圆圆窝在我怀里哭得更厉害了。 诚哥,我没什么,我就是担心,担心孩子。 我轻轻拍着她的背,柔声安慰,我知道,钱够吗? 我这还有。 我明显感觉到圆圆的身体僵了一瞬。 我知道,我俩之间除了第一次的五百块钱, 圆圆都在有意无意地避开钱的问题, 所以,平日我会给她买衣服,买吃喝, 却再也没有直接给过钱, 我不想让圆圆误会我的心, 更不想让她觉得自己脏, 似是下了很大决心, 圆圆才从我怀中抬起头, 一双桃花眼雾蒙蒙地看着我, 楚楚可怜。 诚哥, 我不想跟你谈钱, 你知道的, 我对你, 我揉乱了她的黑发, 宠溺地说, 我都知道, 我们之间不用多说, 我也只是想帮帮孩子而已。 圆圆深吸口气, 才艰难地吐出一个树, 一万。 一万对我一个农村出来的穷小子来说, 真的不少, 可哪怕我去见, 也不想看圆圆焦急担心的模样,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大军, 可当大军听到我借钱是要给圆圆的时候, 不仅一毛眉涛, 反而把我骂了一顿, 你是不是傻, 哪有为了临时女友花这么多钱的, 又不是娶回家当媳妇, 我哽着脖子不服气, 你懂什么, 圆圆是我女人, 有困难了, 我就得帮, 你不借就算了, 无论大军再说什么, 我都听不进去。 为了能给圆圆凑这一万块钱, 我直接跟厂子里的会计预知了工资, 从入场以来, 我的表现还不错, 从不矿工惹事, 领导答应的还算痛快, 当我拿着钱给圆圆的时候, 她又哭了, 哭得我心都跟着疼, 那一晚, 圆圆格外温柔性感, 就连那口从没打开的大红箱子都派上了用场, 原来那箱子里, 除了圆圆的一些衣服以外, 还装了不少柱性用体, 甚至还有兔子耳朵, 尾巴什么的配饰, 长这么大, 我真没见过这种阵仗, 圆圆被我看得有些不自在, 干脆用一个黑色丝带将我的眼睛蒙住, 我能透过丝带, 隐约看到圆圆换上了那套兔女郎, 甚至还在前面带了两个小铃铛, 随着她走到床上, 爬到我身边, 铃铛清脆悦耳的声音一直没停, 接下来的感受, 直接让我销魂石骨, 对圆圆的迷恋也更加深刻, 我以为我俩会在一起很久很久, 直到两个人的出现, 我才明白什么叫一场空, 她叫刘芳, 是厂子里新来的技术骨干, 跟圆圆不同, 她有文化, 是城里人, 听说她的父亲曾是厂子里的退休干部, 家庭条件很不错, 一个天之娇女, 一个乡下的穷小子, 本应该没有任何交集, 但是上天好像故意给我找麻烦, 一次错误, 让我跟刘芳成了欢喜冤家, 那时我跟圆圆刚胡闹完, 从外面回来, 上班差点迟到, 在公卫上我机械的动作, 眼皮子打架, 昨晚闹腾得太厉害, 让我又累又困, 圆圆劝了我好几次别闹了, 可她就躺在我身边, 我哪忍得住, 睡眠成了牺牲品, 一直闹到天亮, 我信心满满地以为, 这种枯燥重复的工作, 就算闭着眼睛都能干, 事实证明, 我还是高估了自己, 也低估了工作的重要性, 在我短暂睡着的几秒, 就有几个不合格的零件, 从我面前的运输链上过去, 因为我是最后一个检查关卡, 这个零件直接进入下一个部门开始组装, 我们的零件小而精密, 哪怕是一个弧度不对, 都可能影响下一个生产组的进度, 我的疏忽, 让生产组的报废率多了好几个点, 而刘芳正在生产组做调研, 发现问题后, 立刻找到我的组长追究责任, 我虽然对成立女孩有憧憬, 但是真面对她们的时候, 又不自觉地自卑起来, 当组长带着刘芳找到我, 她盛气凌人的模样, 直接将我点炸了, 至于一点小错误, 就揪着不放吗? 大不了扣工资。 我的态度让刘芳一张小脸器的通红, 磨着后槽牙说道, 林建成, 我只是就事论事, 错了就是错了, 这是钱的事情吗? 这是态度问题。 我最烦这种动不动就喜欢上纲上线的知识分子, 仗着肚子里有点墨水, 就一指气势, 看不起别人。 加上组长在一旁一味捧臭脚, 刘芳说什么都对对对, 我直接脱了功夫, 掉头就走, 反正困得要死, 既然不让我干, 我就回宿舍补教, 快走出去的时候, 我还能听到刘芳在身后气急败坏地说我无组织, 无纪律, 怨谁谁, 大不了扣工一天, 扣一天工资, 之后, 刘芳就像是跟我杠上了, 哪怕在食堂遇见了, 都要说两句嘴, 我也不是软柿子, 他敢说, 我就敢对, 一来二去, 两人的接触反倒多了起来, 有时候我气不过, 就会跟圆圆说到几句, 圆圆只是在旁边听着, 偶尔帮我一起说刘芳任性, 我却没注意, 圆圆听到我提刘芳的时候, 神情总是有些落寞, 直到有一次, 我加班到半夜, 回宿舍的路上, 听到旁边临音道上有动静, 没一会儿, 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从里面跑出来, 吓我一跳, 女人好似也没想到, 跑出来外面还有人堵着, 惊恐地抬头, 这一瞬间, 我才认出眼前狼狈不堪的女人, 竟然是大小姐脾气的刘芳, 她见到是我, 似是松了口气, 刚要开口, 后面一个醉醺醺醺的男人追过来, 嘴里一直骂骂咧咧, 刘芳顾不得捏着被扯开的衣服, 一把抓住我的胳膊, 哀求道, 林建成, 求你帮帮我, 按理说, 这女人平时没给我一次好脸色, 我不帮也正常, 可以想要是转头走, 让这醉汉得逞, 岂不是助纣为虐, 我虽然没有文化, 却也是个有血性的汉子, 对这种事十分不齿, 见我没回答, 刘芳显然有些焦急了, 眼看这醉汉过来要邋遢, 我一把将人带到身后挡起来, 直接派掉了那只贤猪手, 好事不成, 醉汉恼羞成怒, 拳头就朝我挥了过来, 我也不是吃素的, 在村里, 论打架还没服过谁, 两三下, 就把醉汉打倒在地, 直哀悠, 脸看着不熟, 这个点在厂子里晃, 应该也是工人, 让他也不敢把晚上的事捅到上面去, 费力女同事, 还是刘芳, 光这一点, 就能让他吃不了兜着走, 我把刘芳送到女工宿舍楼下, 转身就走, 反倒是刘芳没有急着上去, 小手拉着我的一摆, 轻声道谢, 这点让我挺意外, 那么高傲的女人, 竟然也会说谢谢, 我摆摆手, 示意不用在意, 没几天, 大军就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一边, 问我跟刘芳怎么回事, 搞得我一头雾水, 大军凑到我耳边小声说, 我听说他最近到处打听你的事儿呢, 要是真看上你了, 可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, 我一笑置之, 怎么可能, 他看上谁, 都不可能看上我这个乡下来的穷小子, 更何况我还有圆圆, 圆圆似乎也知道了什么, 对我更加体贴入微, 伺候周到, 我一心全在圆圆身上, 哪怕刘芳找我吃饭, 说是感谢我那天的出手, 向旧, 我都没空理会, 大军不曾一次骂我傻, 这么好的机会, 不知道把握, 成天跟在有夫之妇的屁股后面, 混霉出息, 我不管, 我只认圆圆, 可惜, 圆圆并不只有我一个, 那天下班, 我跟圆圆要出去玩, 一个跛脚男人, 从马路对面怒气冲冲地过来, 拉着圆圆就走, 我直接抬手要揍, 你谁呀, 松开, 不等跛脚男人动作, 圆圆反倒一个转身, 站在了我俩中间, 我这才知道, 跛脚男人就是圆圆的丈夫, 名正言顺, 在一个户口本上的关系, 只一瞬间, 我就觉得可笑, 原来我才是多余的那个, 圆圆跟我说抱歉, 要先处理私事, 就不能帮我给女朋友买东西了, 瞧瞧, 理由都变好了, 我任由圆圆两口子走了, 呆呆站在原地许久没动, 机械性地返回厂子加班, 第二天, 圆圆来找我, 说要辞职跟丈夫回老家了, 我问她, 那我怎么办, 圆圆紧紧地抱着我, 眼泪巴搭巴搭掉, 对不起林建成, 希望以后你能找到更好的女孩, 我痴笑一声, 把她推开, 没再说话, 梦醒人散, 我早该知道的, 她有家有孩子, 她不属于我, 圆圆走了, 大军看着我游魂似的总是叹息不止, 你看看你这鬼样子, 当初我让你选流方, 你偏步, 现在好了, 鸡飞蛋打, 你还真以为圆圆能跟你一辈子啊, 见我不说话, 大军夸夸其谈, 自己在场子里的风流运势, 从来都是万花丛中国, 片野不沾身, 我忽然觉得大军说的有道理, 我何苦为了别人的女人要死要活, 临时女友的身份, 早就注定了一切都是我的痴心妄想, 我们从来不曾真正的属于彼此, 一切不过是临时起义, 寂寞时的慰藉罢了, 伤痛的心, 一片空白, 就在我最失忆的时候, 刘芳找到了我, 我叫林建成, 快三十了, 一事无成, 中砖毕业后, 就到处打零工, 几年下来, 连娶媳妇的钱都攒不够, 过年的时候, 村里外出打工的几个老铁回来了, 见我混得不好, 就给我指了条名路, 去省城的大厂里攒配件, 包吃住, 只要肯干, 一个月攒三四千没问题, 我不想去, 虽然钱多, 但是活累啊, 每天上工十个小时, 睁眼闭眼都是老爷们, 一点乐子都没有, 大军见我撇嘴, 凑到我耳边小声道, 傻了吧, 厂子里大姑娘小媳妇有的是, 哥们带你体会临时女友的快乐, 我愣住了, 开什么玩笑, 女朋友还有临时的, 我平时自己赚的钱都不够花, 哪敢谈恋爱啊, 但是大军露出了神秘一笑, 让我觉得大厂里肯定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, 行, 这可是你说的, 敢忽悠我咱俩就绝交, 我跃跃欲试, 没等到初期, 大军等人就拉着我, 火急火燎地跨省进了厂子, 有人推荐, 我简单填了表格就上岗了, 我和大军一个宿舍, 刚到门口, 就见到一个穿着功服的丰满女孩, 跑过来迎接, 抱着大军不撒手, 我看愣了, 大军家里可是有媳妇孩子的, 这啥情况, 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, 大军跟那个女孩, 逆逆呼呼凑在一起, 俩人竟然还互相喂饭, 好像在谈恋爱的情侣, 看得我心痒难耐, 难道这就是大军口里说的临时女友, 她都快四十了, 怎么能有年轻女孩愿意跟她好, 到了晚上回到宿舍才知道, 只有我一个是单身的, 他们都有女友, 还有女友到宿舍来玩搂搂抱抱的, 见人多就把床上的帘子拉上, 在里面哼哼唧唧, 听得我浑身燥热难受, 当然, 他们不会在宿舍里真做什么事, 想要办事就都出去了, 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屋里响如飞飞, 他们究竟在哪约会, 搞在一起会做什么, 越想越是抓耳劳腮, 害得早上起床后, 总得换床单, 大军见我的糗样, 携笑着靠过来, 别着急, 早晚会轮到你的, 没多久, 我知道了厂里的秘密, 虽然工资不少, 但是对于工友们来说, 这种枯燥的集体生活, 是很折磨人的, 有的男人女人在老家有对象, 可是长期两地分居, 难免孤独寂寞, 时间长了, 发现厂里有看得顺眼的, 可以凑在一起恋恋爱, 互相慰藉, 倘若男的大方, 舍得花钱, 想找年轻些的女孩不是梦想, 反正等到出场后不干了, 一拍两散, 谁也不会赖着对方, 各自心里都有数, 就算是临时搭伙, 各去所需了, 进了城的女人就是不一样, 会化妆抹口红, 发型阳气, 特别是一个叫圆圆的女人, 腰细胯宽, 那一双桃花眼会勾人, 看得我双眼发直, 我觉得叫她敞花都不为过, 有一回她冲我笑了一下, 我顿时骚得面红耳赤, 大军发现后, 哈哈大笑, 在我肩膀上掐了几下, 说有机会给我介绍下, 我以为她只是开玩笑, 这么美的女人能看好我才怪了, 可没想到有一天, 大军说下班后, 带我去个地方, 保我回头得好好感谢她, 心里惦记大军的许诺, 我凌晨四点半就开始上工, 跟打了兴奋剂似的, 手上动作飞快, 提前一个小时, 就完成了所有工作量, 抓着大军胳膊就走, 大军领着我出了场子, 往右一拐, 五六分钟就走到一条黑漆漆的小巷子里, 她打着手电筒, 前面出现一排小板房, 十来个左右, 一个挨着一个, 门口没有灯, 隐约从板子缝隙里透出点粉色光亮, 我心脏狂跳, 在南方打工的那年, 也曾见过这种灯光, 我知道这代表着啥意思, 只是没想到厂子附近也有, 走到板房门口, 大军有节奏地敲了三下门, 当门打开的一瞬间,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 里面的人竟然是圆圆, 大军看到我傻掉的样子, 咧嘴一笑, 拉着我进了屋, 我这才发现, 外面看着黑漆漆的板房, 里面竟然别有洞天, 一张双人床挤满了半个屋子, 铺着粉紫色的床单, 一口大红箱子特别惹眼, 远远穿着肉粉色针丝睡裙, 那凹凸有质的身段, 比他穿功服好看太多了, 虽然我隐约有了猜测, 可眼前的一幕, 着实让我手足无措, 下意识不停搓手, 大军一巴掌拍到我后背上, 笑骂, 咋了? 到跟前耸了? 人家也看好你了, 你小子艳浮不浅啊! 说完, 大军黑黑笑着离开了, 还不忘把门重重关上, 诚哥, 你是不是喜欢我? 远远轻声地询问, 原来他的声音这么好听, 跟电影里的女人似的, 我顿时魂都快飞了, 我虽然也谈过女朋友, 但是这么美艳的女人, 还是头一次离得这么近, 她身上那淡淡的花香, 让我大脑充血, 尴尬地回了一个字, 问, 你别不好意思, 过来坐着聊。 她拉着我的手, 坐到了床上, 那光滑的触感冰凉滑爽, 不禁让我想如飞飞, 甚至激动得有点手发抖, 交谈中, 我才知道, 远远在老家结婚了, 是两个孩子的妈了, 丈夫出了工伤腿瘸了, 不能干重活, 她只能出来打工, 可是厂子里辛苦赚得这些钱, 够老家开销的, 于是她就在厂子附近, 学人家租了个房子, 晚上下班后过来, 说到这里, 她不禁细声哭了起来, 我赶忙伸手, 想拍她的肩膀安慰下, 没成想, 她顺势贴在了我的怀里。 诚哥, 我不是坏女人, 那么多男人喜欢我, 我想找个干干净净, 能有稳定关系的。 我听完不由心里狂跳, 原来我俩是互相喜欢。 接下来要做什么, 我不敢, 圆圆张口了, 别紧张, 你看着我。 她把我的手放在了她的睡裙上, 我能感受到她大腿的柔弹, 甚至是热度, 她的手在不断麻萨, 我的心跳加快, 脑子哄得一下像要炸开, 我一把拦, 助她的仙腰压在床上, 她惊呼一声, 反而跟我贴得更近, 还拉着我长着老茧的手, 抚过每一寸肌肤, 随着不断深入, 我总想狠一点, 再狠一点, 让她满心满眼都是我, 让她沾染我的味道, 记住我的呼吸, 侵占她的所有, 哪怕她是别人的媳妇, 孩子的妈。 这一刻, 她就是我的女人, 我俩挥汗如雨, 那种能掌控美丽女人的成就感, 让我跟打了鸡血似的来劲, 不知道折腾了多久, 我才大喘着气, 从她身上下来, 心中感慨, 这趟没白来, 太过瘾了, 圆圆窝在我怀里顺从又乖巧, 我看了眼手机, 眼瞧着凌晨了, 只剩两个小时睡觉, 我能感觉圆圆的呼吸喷洒在我身上, 我又开始蠢蠢欲动, 一咬牙, 干脆不睡了, 又搂着圆圆畅快一把, 当我穿好衣服, 看着圆圆欲言又止, 我对圆圆是有好感的, 一开始是那种想跟她亲近, 常常久久在一起的感觉, 但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, 让我的心情有了很微妙的变化, 我没问圆圆一碗多钱, 直接从兜里抽出五百块钱, 放在了大红箱子上, 点头跟她道了别, 等回到宿舍, 大军的呼噜打得震天响, 还有一个小时就到上班时间, 我困得不行, 可是圆圆的脸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, 才刚分开, 我就有点想她了, 白天跟大军一起吃饭时, 他问我给了多钱, 我告诉他扔了五百, 大军一顿瞪着眼睛骂我, 骚包的你三百就够了, 我只是笑着没出声, 经过昨夜的疯狂, 私心里我已经把圆圆当成自己的女友了, 五百算什么, 只要我有, 只要她要, 我都可以给, 一想到除了我, 还有别的男人觊觎她的美貌, 我这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, 大军似是看出我对圆圆动了情, 狠狠告诫我, 常理的女人玩玩就算了, 千万不能当真, 她不可能离婚, 跟我过日子, 我不想听大军这样说圆圆, 随便应喝了几句, 就继续干活, 快晚上九点了, 我才从工卫上下来往宿舍走, 饿得前胸贴后背, 这个点食堂早就关门了, 只能忍着明天再吃, 谁知刚到宿舍门口, 就见到圆圆拎着个保温盒, 穿着工服, 对我甜甜一笑, 加班饿了吧, 我特意给你留的晚饭, 我长这么大, 从来没有女人对我这么贴心, 这一瞬间, 我恨不得将心挖出来给她, 我快步上前一把将人抱住, 脸埋在她带着淡淡体香的井窝处, 咕弄道, 有你真好, 圆圆回抱着我, 俩人依偎着进了宿舍, 这种情况, 我还哪有心思吃饭, 只想把圆圆拆吃入腹, 我已经等不及到小板房了, 干脆学着大军他们的样, 把床上的帘子一拉, 就开始上下起手, 圆圆被我弄得又痒又舒服, 嬉笑着想躲, 可单人床能有多大地方, 任由它躲闪, 都逃不出我的五指山, 我俩闹得忘乎所以, 甚至忘了宿舍还有其他人在睡觉, 直到在我的抚摸下, 圆圆忍不住哼出了声, 才引得整个宿舍抱怨连连, 谁让今晚只有我的女友在怀呢, 我也得让他们尝尝独守空归的滋味, 闹够了, 我帮圆圆整理好好衣服, 她的声音那么好听, 我才不想被别的男人听到, 更何况我确实快饿死了, 吃饱了才有力气送她回去, 看我吃饭, 圆圆就乖乖地坐在旁边地水擦嘴, 让我感觉普通的饭菜都格外好吃, 她柔软的小手, 不经意擦过我的胸膛, 惹得我心愿意马, 扔下筷子就拉着她, 就往小板房跑, 完全不管宿舍里骂声一片, 之后的日子里, 我俩像所有热恋中的情侣一样, 只要有机会就会腻在一起, 一起吃饭, 一起休息, 一起牵手在场子里散步, 圆圆会在我加班的时候, 到宿舍把我的脏衣服全都洗干净, 为了给我改善伙食, 甚至买了电炒锅放在小板房里, 女友的爱心晚餐, 比食堂的饭好吃一万倍, 不知不觉, 我在小板房待的时间越来越长, 这里俨然成了我俩爱的小窝, 每次回来都有人等的温暖, 让我无法自把沉沦其中, 还能带 отнош来的东西,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东西, 我做了很多东西, 我做了很多东西, 你能编着快去的东西